这是一则令人哀伤跟悲痛的场面 不过一开始要先带您来看到这一位 这是当地一位原住民族权力运动领袖 他的名字叫做Florentino Gomez 他在2011年被政府以从事暴力活动为理由 抓起来关起来 因为在抗争期间的确有示威者攻击警车 但这位原住民族人就被抓起来 始终没有被放出来 而且警方还加重他的罪名 说他还偷别人的牛 说他犯了偷窃罪 原住民族人认为这样的惩处 实在是不符合比例原则 因此就多次展开救援 这一位原运领袖的示威 其中就包括这位原运领袖的侄子 您现在看到这张照片 左边穿蓝色衣服的年轻人 今年根据报导他18岁 是一位来自墨西哥南部Chapas州的 原住民族青年男性 就是这位运动领导人的侄子 这个年轻人他的名字叫做Augustin Gomez 他就跟大部分当地的原住民族人一样 跟着他自己的副职辈在当地以务农为生 您先看到这个现场是 蜀鼠已经被抓起来一年 2012年的时候 他在抗议要求政府说必须释放他的蜀鼠 不过政府始终没有回应 到了今年2014年底 蜀鼠还被关押在牢里 已经再也无法忍受 这位年轻人展开了最激烈的抗争行为 就在12月初就在Chapas州首府立法大楼前 年轻人放火烧了自己 这是令人心痛的场面 现场一阵哀嚎声 一直到这一刻Chapas州政府 才把他的叔叔放出来 而年轻人已经奄奄一息 示威者抗议和前来的政府官员代表 表达请愿的诉求 地点就在墨西哥南部 原住民族居多的Chapas州的立法局外 仔细一看一名年轻的农夫就躺在地上 但是身上已经洒上了汽油 其实躺在地上的是一位才18岁的原住民族农民 名字叫做Augustin Gomez Perez 从去年开始原住民族就开始抗议 因为他的叔叔从2011年开始 从事原住民族权力运动 就被墨西哥政府逮捕 不过这场示威 现场气氛相当诡诀 因为这个年轻人为了抗议政府 抓捕自己的叔叔 即将采取激烈的抗争手段 同行的示威者好像已经知道 什么事情即将就要发生 突然开始痛苦的哭泣 就在示威者都预期也允许的情况之下 一个活生生的年轻人 要求同行示威的抗议者 点火把自己烧了 现场旁边围观的民众 一阵惨叫跟哀嚎 示威者随后把火扑灭 把这位想要以自焚来抗议 墨西哥政府的年轻农民带往医院 亲人表示年轻人的伤势相当严重 已经到了三级烧伤的程度 这位年轻人跟其他原住民族农夫 从去年就开始抗议政府 逮捕他从事原运的叔叔 他的叔叔名字叫做 Florentino Gomez-Gilom 2011年带领原住民族示威抗议 却被控谋杀罪 偷窃牲畜 组织犯罪 不过从原住民族的角度来看 这位领导人要求政府改善原住民族 最基本的生活条件 但因为当时示威者 一度毁坏了警车 也点火烧了Extaba政公所大楼 政府就指控这位领导人 发动暴力攻击行为 抓了这位原运领袖 不过一关就关了三年 这位原运领袖的侄子 凡而在政府大楼前自焚 引火自焚之后 原本还躺在地上 点火燃烧大约两秒钟之后 开始痛苦地起身奔跑 Chabas州政府的人权办公室 对这位青年农夫Gomez Pélez的自焚 发出慰问的官方说法 不过也表示会寻找方法阻止这种 再把生命诉诸风险的行为再次发生 并且表示已经在12月6号 释放了这位自焚年轻人的叔叔 记者Glass 林博雄 整理报道